佛说法,这是应急说法,实际上,我们往生到基督时期,身相之好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我们在观经里面看到,观佛的报神。 佛的报神不是三十二相,是八万四千相,八万四千表约满,大约满,身影相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 每一个随行好,放八万四千光明,每一道光明里面,有佛菩萨在讲经说法,教化众生。 换一句话说,从一个身体就看到整个宇宙,整个宇宙就是身影相里头,这是真的。 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三倍九平之灭,而实际上,平等法界。 啊,怎么平等的?是因为阿弥陀佛四十八月,每一个往生的人都得弥陀四十八月加持。 到那个地方,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月之灭,凡圣同俱徒,下下平往生,也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月之灭,并没有说凡圣同俱徒例外,没讲。 啊,生到九月之灭,统统都是啊,这一点我们要知道啊,要搞清楚啊,太难得了,太稀有了,我们自己要修到这个,这个地步,要无量戒,这个法门的时候,这一生就得到啊,不要去各受无量戒的辛苦啊,一生就成就,所以这个法门,叫男性之法。 啊,佛劝,菩萨,菩萨,菩萨不相信,佛劝,二臣,二臣也不相信,那为什么人天当中有人相信,还有,畜生到里头,物鬼到里头,地狱到里头,居然有相信的,啊,这个信息佛说了,大臣经上会常讲的,能够相信这个方法, 过去深重,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那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得到这,听到这个法门,能生起信心,就说明,你无量戒来,生生世世,你修过这个法门, 你供养过无量诸佛如来,你供养过无量诸佛,这一生当中遇到了,这无量诸佛,明明当中的加持,你生起信心,生起愿心,啊, 你在这一世,远程远,你就能往生啊,真简单啊,真心,切愿,切愿去,我们真有一个, 巴不得早一天去往生 这样恳切往生的一个愿望 念念不忘净土 念念不忘阿弥陀佛 我要到极乐世界 亲近阿弥陀佛去 这个念头要强 强过我们对这个世界 所有一切的愿望 我们有个大愿望 就是到极乐世界 去亲近阿弥陀佛 他就乱去 那念佛的功夫 是你到极乐世界 平为高下 平为高下不要紧 为什么呢 下下平往生 也是阿弥陀佛上 平等的 名号功德不可思议 这一句名号 阿弥陀佛 把摄放三十 一切祝福菩萨名号 通通都包括在里头 你念这一句佛号 通通念到了 一个都没了 阿弥陀佛 一切金一切咒 都包在这一句名号里头 这样得了吗 你也是真明白了 真相信了 会死心塌地 念这句佛号 其他全放下了 其实我全都念到了 我一个都没缺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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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我亲 Atlخø 嗯 其他kan 小菊 阿弥陀佛